好 謝謝主席 主席 我們請一下次長 請次長 呃 市委員 你好 呃 次長 你好 呃 我覺得今天這個會開解都很悶啦 第一個 你是一個好好先生 你說話啊 不運不活齁 啊 我要說話大聲 抱歉齁 啊 要像楊委員這樣說話那大聲 啊 或是像丁委員 每個委員有每個不同的看法 剛才楊委員他替我們現在的所謂的 目前存在的不合法的工廠在教區 因為有通過法令 但是我們一直輔導不力 那麼丁委員剛才在這邊 他認為說 呃 之前政府放縱 那後面現在政府放水 那如果要發展有機農業 你在農地裡面 你如何讓它不污染 我站在平台 立場齁 我要跟市長說一個最實質 我有時候我也很感慨啦 到底我們應不應該有所作為 像我以前 我自作為作主力 作秘書 跟議員到立委 一路上我也為了我自己的理想再一直爭取 人生嘛 人生你也不例外 之前也有委員問你說 你從什麼階級一直爬到現在的市長位置 搞不好改天你也可能是部長 行政院長也不一定 那在座有很多公務人員在這邊 像現在這個問題 不是只有所謂的雙向溝通 有多向的溝通 但是誰去主導 像剛才 楊委員他在問的啦 我現在都跟你們講實際面 他一塊工廠在農地裡面 啊有什麼啊 水裡 水裡灰 它根本不同意你搭牌啦 灌溉水路是水裡灰的啦 你給他摸看看 連豬子是一隻豬 要摸水搭牌 我也不準啦 你何況是工廠污染 那你不可能架空而過啊 好 你同意讓他搭牌以後 灌牌 進去到每一塊農地 污染要算什麼的 你要不要補這些錢 他來改善污染的工作 所以環保啊 對不對 所以 有時候我剛剛聽丁委員講 我是不是也應該贊成丁委員的想法 為什麼政府鼓勵了 你們還不做 好 以屏東為例 你知道我們現在有多少工業區裡面的土地是閒置的 那為什麼又有那麼多的工廠 他為什麼寧願捨棄工業區的工業用地不進去 我去我的農地頂完 我去了 因為土地取得成本兇嘛 那政府又取地不利嘛 所以這個衍生的很多的問題都是交錯複雜的 你們不知道要討論啦 所以這個法案 你再演啦 還是一樣啦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 人生有多少個五年 那在你們的立場上 我不是一竿子打翻一條船 環境 我在這裡做 時間夠 我照顧薪水 做不到你們可以怎樣 你把我免職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你說我工作不利 你烤機把我打餅嗎 也不可能嘛 那要匯同那麼單位 土地變更 第一件 環保問題 環保署 環保局 對不對 農業問題 農委會 趕快 要放棄他們個人的個私其職 那你們有事 關我屁事 市長 所以我覺得你們在執行上真的會有困難 對不對 沒錯 我都講實在話啦 謝謝 但是 問題是你們不能不作為啊 我們是有在作為 但是作為今天這個成績能看嗎 你今天就是在修啦 修了又有個屁用 時間到還不是一樣 你怎麼去跟這些相關的單位去那邊互相協調出一個結果論出來 我說的 最簡單的農電水裡有的 我說的 我同意你們搭牌 開玩笑 你給他答應看看 你答應了以後怎麼辦 那個灌溉排水溝以後進入的是每塊農地呢 灌溉不是一家庭 不是一分庭 它灌溉的可能是幾百公圈的民情 你怎麼去解決 所以我講過了很多的問題包含消防 對不對 我覺得政府是應該怎麼做 輔導是輔導 真的實際上面臨到困難不能解決的時候 你們就要快到展亂嘛 怎麼去處理 不是在跟時間號 我有在協調啊 我有在動作啊 楊委員講的啊 你們要多久 好 再半年 那足足滿三年 反正時間你們的無所謂 對不對 反正來你們再修嘛 反正我再拖而已嘛 對不對 我今天不是說你們不作為 而是你們怎麼作為讓人家看 我說過 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如果大家都存在著本位主義 還是說過一天 當一天和尚 敲一天鐘 還是說反正不差 時間在過 我心水照而已 心態問題 所以我們來做立法委員 有時候像今天我跟其他委員 我猛心自問 我們從高鐵下車以後到立法院 我就跟其他委員在說笑 今天到底來這邊要我罵誰了 我們真的那麼喜歡罵嗎 其實我們不是 是我們有很多東西 我們在第一線 我們跟百姓接觸 我們面臨到的問題 我們來反應讓你們知道 但是當你們知道了以後 你們就真的有可能去做嗎 所以有剛才我們罵得很無奈 其實我們不要罵人 我也很希望站在這裡把你們鼓勵 但是鼓勵有效嗎 沒有效啊 那罵了有效嗎 罵了也沒有用啊 你也倒頭說 你是在表白上 後面你禮拜不可以選得對 不會罵 你做你罵 吃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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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不知道 但我們本足全責 我們還是要做這個動作 對不對 所以好 剛才講到這個問題 這個政府要去管這些所謂的非法工廠 我說這個不太簡單啦 很多人憲控的 要我再拿錢出來 再提出改善計畫 會不會過 問號 我們在第一線 你知道嗎 我們只是處理這個協調 相關單位都找來講 那你們到底事 欸 不好意思 這不是我的權責 欸 實在那跟我沒關係 我們只是在那協調 我們就突然說了 所以說你們本身沒有找出一套機制出來 你們一直開會啦 一直幹嘛都會說啦 都是在原地打陀螺啦 只有在打回來啦 沒有意義 沒有辦法跨出那第一步 所以在實質上 真的 我是覺得啦 真正的眼睛金金人最重啦 所以剛才又有委員講 市長 今天我們的GDP成長 我們怪當怪塞 沒什麼怪到自己 對不對 我說的啦 碰洪水價台無肉啦 主計單位自己預測的 全年預測 從去年一流預測到現在 為3.15 3.53 3.59 到現在第一劑 從3.26變成降為1.54 炒大有什麼事嗎 炒大沒什麼事啦 吹牛有沒有怎麼樣 不會違法 但是 政府吹牛 就是讓人民失去對政府的信心 管中民委員不是比較厲害嗎 哈 他不是說黃金交叉嗎 不是有很多人講不要太過樂觀 但我們不悲觀 當媽媽想過碰洪 好 或許一句話 歡簡 我來放肥安高心 我現在講講的 我也不用付這些嗎 對不對 但是 你知道這像這樣 預測的結果跟實際上差了1.72% 對不對 百姓的觀感怎麼樣 在我們民意代表的觀感 我們在立法院說到 會口罩不分會 說你忙又臭大 要腳踏實地 實際在做 但是 又怕說什麼 明明不信不信 或許是看那個人的臉色 結果呢 演變成結果 大家不會收拾 所以我常在講 為什麼政府都不願意去正眼去 正視這個問題 好 像剛才有黃兆順委員 給你問說 次長 抱歉啦 他講的啦 你不能做任何決定 我們都知道 像現在 經濟部一直講說 還是要漲價 10月份還是要漲價 那如果整個GDP成長是往下修的 讓人民現在真的苦啊 我不像是說 政府沒辦法聽到人民生化肯定 一定要漲價 漲價是好處好處 政府的用意是要替人民解決問題 感受到人民的生活 要讓人民生化 幸福快樂 不是要跟八成做庭園的 當然你不能決定 你剛剛講說能言舉沒有來 我們都知道 只是我們希望你帶個聲音給部長知道 如果現在造這種景氣 如果造這種GDP的一個下修的一個所謂的下降的話 我說這個啦 萬格八成走上絕路啦 如果這樣啦 我說的 如果要做這種建復 我也很厲害啦 不免 不免勞勞勞勞 我來發 我來做總統 我也很厲害 不然我沒有那小小 發到這次 對不對 所以啊 所以這個問題一直浮現出來 所以我現在要請次長回去跟部裡面 轉達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千萬不要再漲價啦 再漲價 再漲價 對其的國土的環境都不好啦 你如果很簡單那個問題嘛 如果整體經濟好 你要怎樣去沒有人會公圍啦 你如果經濟經濟好 人八成都說好 人會說啊 公務員有什麼事情 人就有得做啦 如果經濟不好的啦 我跟你說啦 你們雞叫一家人啦 八成跟你們雞叫啦 對不對 所以江心比 所以我剛才在講話越講越難聽 會變成功勞 有時候會講得不好聽 也會講你們是公僕 對不對 我剛才說到沒有變成什麼 你是領人民的薪水 所以啊 你們在這個職務上 我如果說過我做公務英文 當然我是考不到啦 我如果做公務英文 每天給八成這樣沒有 我真的沒那麼隨小 你們不會不肯做公務英文 真的 但是我如果要做公務英文 我就要做給你看 就像你現在到這個職務 對不對 這個橫向跟多向的溝通 你們是不是真的有落實去做 或是說 啊 反正我沒開就不行 我在開啦 這樣沒開就不行 這樣都辛苦啦 為了開會而開會 為了應付而應付 我說都不是百姓的福氣啦 我今天不是在這裡說經念教 我說記一個很簡單的呢 我說的其實都起司應人啦 工業區裡面所核定的項目 是不是說你只要是符合工業區 原本裡面的核定項目可以進行進行 你就能去進駐 市長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屏東現在又出什麼問題嗎 我們屏東現在被水利署化為水質水源保護區 屏東館33鄉頂26鄉月威 這個案件已經在修訂了 畫進去 畫進去以後 很矛盾喔 我現在 我依法申請 工廠用地 都申請了 都合我 結果 只因為在水質水源保護區裡面 不好意思 沒過 甚至於原本在工業區裡面 工業區是不是你不好啊 對不對 照理說我只要符合項目 我申請進去的合法順 結果 抱歉 工業區裡面有哪個水質水源保護區的山外過而已 要去那裡 依法申請進去的工廠不可以 那你要叫什麼 百姓請何以堪 業者要請何以堪 誰去溝通 水利署一到工 聞說你是水質水源保護區 我合不來申請 當然是我們鼓勵一些企業說 屏東不可以只有農業立憲 但不這樣 也拜託中小企業來合法申請 他們跟我笑一句 委員 你問海事萬惡目 我如果知道你們屏東 讓我限制那麼多 我就沒要進去 我拚一拚這樣 讓我水質水源保護區 都申請好了 不可以才知道 哇 死了 水質水源保護區 還要再加起來 八萬元做環評 我這樣平面有土地 我不可以來高雄 我不可以來台南就好 我不可以來你們屏東 你想想看 所以我們的官司 我們的民電 還要加一個額外就業的機會就沒有 政府有替我們解決嗎 但是你們說的啊 那是水利署的事啊 他要廢取水源保護區 又不關我們經濟部的事 不關我們最重要的事了 好 那像這樣 誰幫我們處理 我現在這樣子 水利署真的修法 對啊 在修法 那也是我的反應才要修法的 對不對 但是你怎麼知道這樣 你怎麼知道對這些BASS 對這些業者影響多大 對不對 我們都在跟時間賽跑欸 對不對 我說的 我二十五年前 我身體也作用 到現在我頭部也開始在落了 一樣的道理 所以 市長 宇仲新長 我是再一次就是說 很多事情真的要實際去做啦 是 齁 但是那個用心度 心在這邊啦 有心無心最重要啦 啊 如果只要用應付 我說這條法 又收過啦 又延長啦 我跟你講啦 一樣就像頂委員講的啦 還是一樣啦 還是不會有很高的效果出來啦 對不對 但是不做可以嗎 那既然這個法都已經立在這邊了 你們到底怎麼做 而不是一有再再惡三的拖 時間搞更遠 時間搞更遠 冤枉沒完沒了啦 那 站在這些的立場上面 我說 啊 反正政府就會拖嘛 到時候說一句比較刺激的 沒拜託民意代表就可以說了嘛 還不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齁 市長 要 比較刺激的去做 對不對 那也不用怕 齁 再來 譚剛才說的 在整個景氣裡面 我說的 整個下修GDP的腰斬問題 到現在 就最後一句話 拜託 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面 不要怪別人啦 不要怪世界各國啦 從頭到尾 我學到你們部長一句話啦 你說我沒有新的政策嗎 我沒有新的政策 之前有十項啦 十項啦 之前就十項了嘛 啊 現在啦 他也沒想過啦 去年有十個 前年有十個 但是我要說的 沒有錯啊 口號一大堆啊 政策一大堆 要怎麼落實啊 不怪他不敢再拿新的嘛 你拿新的又是口號嘛 舊的你走不走 啊新的又撲出來 就大家都在說 不怪說口號治國嘛 有本書啦 一個就夠了 這個有本事一個就夠了 齁 所以在這邊也跟你們勉勵啦 齁 不過我是真的希望是說齁 希望我們各位 這個所謂的公務系統人員啊 真的要做到 將心比心 真的不簡單啊 第二是看到這個法令我很感慨 到底是頂下去 效果成效不彰 現在第一名一代表哥提出來修法 好你們可以不同意 但你們不同意的情況之下 你們有能力來處理嗎 那還不是打算 那能結果怎麼樣 也不能把你們懲處啊 那違法的依舊存在啊 對不對 齁市長 嚴禁於此啦齁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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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